好了,終於講到今天是第三場賽事 就是王家馬德里作客,黃色潛水艇 唉,臨講之前呢,還跟大家省一省 今天不知道是什麼日子呢?大家都這麼黑的 奧斯卡又頒錯獎,我又搞錯了些東西 搞到呢,我之前呢,其實這場球呢 已經講了兩次的了 接著就錄了兩條片,兩條都15分鐘 兩條片都用不到 我現在就錄第三次 那我希望可以啦,我知道自己按錯什麼按鈕的 搞錯什麼東西 實在是,我錄那麼多片 我在頻道裡面呢,現在跟大家聊一下都好 我的頻道裡面呢,已經有五百多條片的了 就沒有一條呢,是糟糕的 就不用重頭講的 就今天呢,我要重頭講 唉,好啦,深呼吸 呼一口大氣 就來了,OK,好啦 先說一說聯賽榜先 那就是王家馬德里領先一分 打小場 那還押著了呢,昨晚都相同贏的巴賽 好啦,作為球迷來說呢,如果大家放了工,沒有時間 但是又想看一場這麼精彩的賽事呢 那我就可以建議大家呢,就只看下半場可以啦 上半場基本上不用看的,因為很悶的 不過,我何榮呢,就叫做一個評論員 所以我不可以不講上半場的 那即使沒什麼講呢,我也可以講一講呢 是斯丹的佈陣的方法的 那斯丹的想法呢,這場球很明顯的啦 就是吸收了上一場球的經驗 那一開球呢,太過快啦,捱不住啦 對球呢,倒不起來 那所以呢,被人打兩球呢,結果輸壞了 那後來追不回來 那那場球呢,斯丹又說作客啊 那我穩陣先啦 那我踢得很具意大利色彩的 那一場球先啦,踢得很具意大利色彩的 就是什麼呢,以前呢 九十年代的意大利球呢,就是這樣的啦 先球穩陣上半場呢 零比零,基本上呢,大家就好像是密契球那樣 就是以前的意大利球就是這樣的 那就現在呢,就是斯丹呢 其實他都踢了很多年意大利嘛 以前,所以他都 是有少少這一種的 是想法的 有時候,或者會知道怎樣做 才會令到上半場可以拖慢了 那個節奏那樣 那,他出的陣容呢 就叫做BB社前電 那基本上,其實我們都可以理解到呢 就是斯丹是上半場先球穩陣之外呢 其實如果偷雞呢 找三個最快在前面做反擊呢 那就very good啦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但問題就是,其實呢 維拉利爾都今場球是叫做 整體來說,踢得很不錯的 很少呢,就是犯錯 而且呢,是很少呢 是脫波 斷波 是交失波 這些情況是可以說 上半場是沒有什麼 那所以呢,黃馬都不太能打到反擊 那,兼甲呢 就是,如果黃馬是拿到那個波來講呢 那,我認為巴爾和斯朗呢 距離太遠了 真的一個只是左,一個只是右 就不像車路士那些球員那樣呢 就可以隨時換位啊 黏起來,有一個去中間,有一個插入這樣 那上半場我看不到BBC有一個很美妙 或者很清脆的配搭 那所以呢,其實上半場來講呢 都叫悶啦 不過就叫做穩盡行先 保障回呢 近期呢,都叫是 就是賽程頻密黃加馬德里那一邊的體能 好了,那就斯丹呢 可能下半場開始呢 就叫隊波呢 可以試一下攻了啊 好了 那,但問題就是說 黃加馬德里的防守 其實依然是專注的 依然呢 是巴爾呢 都回到去呢 去防守的 那但問題就是說 巴爾回到去防守的那條波呢 就失了啊 是什麼來的呢 那條波其實都叫做 都叫做幾明賣明賣的啊 就是維拉里爾在左邊 斬到去右邊 頂回來後一點點位置 抽 入左 OK 而黃加馬德里的後防的球員數字 是夠的啊 是夠的啊 眼見不是有太多 脫漏位置上面的問題 那但問題就是失了球 那其實情況都有點像呢 就是馬體會的 禁區裡面的球員是 數字是夠的 那但問題就是 頂不住對手都可以射到球 那通常這些理由呢 都是因為自己的球員呢 是真是有點累啊 就要跟馬體會那條波差不多 馬體會就是有點累的 那黃馬去到下半場 其實都是真的有點累的了 那但問題就是說 爲什麽累會令到失了這些球呢 我都好像馬體會那條波都講過的了 就是其實當你累的時候呢 你的專注力都會下降的 那當你走慢了一點點 或者呢 看漏了一點點 那就失球的 很多時候這些西甲這麽高水平的賽事就是這樣的 OK 那叫第一球球叫失了的 那叫做呢 都是後面防守力的球員來說 是體能有些下降的跡象表現 好了 那失了球 那這個巴塞又贏了 那黃馬有壓力要去追回的 那所以進攻啦 進攻的時候 接著維拉利爾打一個有效的反擊 2比0 那情況就有點像華倫西亞那場球了 又落後兩球了 這個是黃加馬德里 OK 好了 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呢 評論華倫西亞那場球呢 其實都知道呢 我說過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 爲什麽 作在這個作下的情況 但是如果是落後緊的時候 爲什麽不出伊斯高進來呢 因爲伊斯高是唯一一個呢 可以連貫到中後場 和前場球員的橋樑來的 OK 你拿起占士一定要放伊斯高進去 那這場球 這個華倫西亞那場球就是我這樣評論的 那結果呢 斯丹今天的第一個換人呢 就是換伊斯高了 那也都是反映了呢 他真是 知道了上一場球的問題 知道輸球的理由 是自己犯錯 沒有換伊斯高進來 今次 做一個正確的 換人進來 而且是閒先第一個換人 就是換伊斯高進來 在斯丹的訪問裏面 之前他都說過 說他是會看回他之前比賽的賽事 至少看兩三次的 所以呢 他一個很勤定的教練 他看回對華倫西亞的賽事 他明白到的問題 結果 同一個問題出現的時候 然後他用一個正確的解決 去處理 結果 伊斯高進來之後 黃馬真的具體地壓回對手 停了一個球在禁區裡面 第一球球就是這樣進去了 伊斯高 他是停了一個球在禁區頂 把那個球分到右邊 給這幾場球都表現得很好的卡華積 又斬個漂亮的球進來 像對拿波尼好球一樣 又斬個漂亮的球進來 結果呢 插進來的巴爾就可以頂入了 插進來當然是重要的 巴... 不好意思 今天講了太多話了 巴爾在上半場是完全沒有插進禁區 在下半場 伊斯高進來 幫忙停到球 巴爾的攻總是輕鬆了 結果他多了時間插進去 這樣就追回一球了 OK 好了 去到第二球了 第二球是十二馬來的 第二球是怎樣比的呢 就是這個卻奧斯 把球射進去 叫做無攻而還的 對手呢 在禁區裏面呢 就是... 清波 但是很有趣 啊 維拉利爾強後防清波 又清了上自己的隊友的手 那球證就直指十二馬點 在這個時候呢 就全場起哄 包括這個潛水艇的教練 都是... 投訴過擊 趕出場 大家都很生氣啊 那我怎樣評論呢 如果呢 如果呢 我要在... 球證方面做解話呢 要怎樣說呢 可能就是因為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譬如 心口控球啊 大腿控球啊 控了個球之後 再... 那個球升起的時候 撞回自己的手呢 那就是潘瑞瑪的 因為他當你是自己 打到自己的手上的 啊 那當你技術不夠也好 當你不知道怎樣也好 總之你如果是你自己 打到自己那裡呢 一定是吹手球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呢 這球球呢 球證就是運用這個概念呢 但是這球球 有個很重要的關鍵呢 就是... 其實是... 踢那個球那個人 和手球那個人 是兩個人來的嘛 就是說其實手球那個人 應該是沒有心的 而且呢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那個球其實 不是向著龍門的 那個球不是向著龍門的 而且也都不是空門的狀態啊 不是空門的狀態來的啊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吳吹十二馬呢 的理據是較強的喔 那但是啦 始終你運用那個... 那個是... 那個球例來講呢 如果那個球是打到手呢 球證是... 永遠都有權 吹十二馬 那這個當然是 條例客觀的... 是情況來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著情拳呢 就是看人有沒有心 而這球球呢 我覺得... 手球的球員呢 是真的沒有心啊 那但是沒辦法啦 球證比了 二比二 好了 二比二之後呢 當然維拉利爾是有少許洩氣啦 那這個呢 就是黃金馬的力 就越壓越前了 那就是另一個 是表現得 不是那麼好的球員 賓斯馬 也都落馬 OK 就換了摩拉達進來 又換了個對的球員進來 結果... 入球的球員也是這個摩拉達 也都要賺一賺呢 是馬歇路左邊 斬的球又平又靚 OK 摩拉達跳釘的時間 是非常之這麼美妙 結果呢 即使那個... 那個... 頭鎚是不是說 這麼刁鑽 但是球龍門呢 都沒有辦法是救到啦 太行啦 OK 借到力的那個球是 那結果呢 就三比二 那也都是完賣場啦 那我們可以見得到呢 長波看完之後呢 我的感覺就是 嘩 為什麼這麼似 曼聯的費格遜 輸兩球贏回三球 輸四球 贏回五球呢 難道現在斯丹真的 在複製費格遜 那這個呢 就要有待大家呢 再看下去 或者自己評論一下 究竟這個斯丹 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走費格遜這條路 那但是真的要賺斯丹 他真的 很勤力 看回自己的賽事 明白到這個問題 今次 矯正回自己的錯誤 就是出回伊斯高 一些正確的球員進來 那我真是覺得 斯丹 是值得拿一場給他三分 先輸兩球 贏回三球 真是不輕易的 但問題就是說 做了幾個正確的 是換人進來 就可以將戰局 是完全扭轉 那這些教練呢 就是值錢的 這些教練是值錢的 也都是因為他很勤力的 所以是抵贊的 斯丹 所以為什麼我 今年長期賺斯丹 真是始終 那個理由是很充分 很充分 OK 好了 去到最後呢 其實呢 我對BBC這個組合 都有點微然 我也想提出一下 應該可以怎樣再改進 其實呢 賓斯瑪呢 近期回堂的跡象 是很明顯很明顯的了 我覺得呢 即使如果你真是 不出賓斯瑪呢 其實你就可以出這個是摩拉達 OK 即使你不出摩拉達呢 其實都不應該出賓斯瑪 那應該怎樣配搭呢 我反而覺得可以試一下 給斯朗打這個是G點 因為斯朗呢 其實年紀大了 那如果不用他亂衝 整天跑呢 如果他只是踢G點呢 他可以踢多很多年 因為可以留一些體能的 加上斯朗近年 這麼肯做異傳 而且投球一向都是好的球員來的 停空力啊 制空拳很強的球員 他轉做踢G點呢 所以我相信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那巴爾就可以負責做插入的功夫 那前面這三個配搭呢 就可以加上一個呢 就是詹斯或者伊斯高呢 就是做一個禁區頂停波的組合配搭 結果呢 那個G停插呢 就是再組合出來 那就不需要呢 是賓斯瑪 因為呢 我覺得呢 如果賓斯瑪在這裏做支點 斯朗和巴爾都是負責拉邊插入 其實就反而沒有人呢 是去做這個呢 是停波分波傳波做創造的那個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你那個中場球員 一定要出一個防中盟兩個MC的話呢 那你那個是前面那三個配搭 如果你對著弱隊 怎樣都要出到一個呢 就是好像詹斯或者伊斯高那些人的嘛 那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賓斯瑪既然是這麼回堂的 賣掉他都沒有所謂的 啊 用回這個是斯朗做支點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說 一定要出摩拉達的 那就是摩拉達 斯朗 詹斯這樣 那或者斯朗可以投投 不過斯朗就不會後備的啊 那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斯朗一定要正選的話呢 斯朗轉做支點的話呢 其實會對於 黃馬的未來來來說呢 是會有另一番景象的 那加上呢 是可以鞏固回 是夠三個呢 是防守球員做 防守 中場球員做防守 是不是 那大家也可以呢 給點意見 看我這樣轉這個做法的話 好不好呢 這樣呢 那也都最後呢 是要恭喜這個黃馬和斯丹呢 是可以做到一場很漂亮的 絕地反擊